根据汉语书五行之记载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 吕后在晚年曾遇到一件离奇的事 本传是这样记载的 高后八年三月 拔坝上缓过指道 见物如苍狗 脚高后噎 富而不见 简单翻译就是 公元前180年 吕后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脚外的坝上 金白鹿园祭祀 祭祀结束后 吕后一行路过 位于今天西安市东北的指道 突然传出一只像个黑狗的怪物 一口咬到了吕后的夜部 然后又突然不见了 此后文章又记载 到了七月 吕后所受的夜伤越来越严重 最终导致他病入膏肓 近几日高后病逝 也就是说 堂堂太后吕追 竟在重重护卫 众目睽睽之下 被一只黑色狗咬伤至死 更诡异的是 这只狗在咬伤吕后 竟然不见了 甚至都没有被捉住 因此班固将吕后之死归为全祸 而这只苍狗被称为狗妖 吕后被咬伤后 立即招来了占卜者 占卜者说 赵王如意为虫 简单翻译来就是 这是赵王刘如意在作祟 那么这个刘如意是谁呢 她正是刘邦著名妻子 妻夫人为意的儿子 当时妻夫人受到刘邦的宠爱 有废掉太子刘盈 立刘如意为皇储的意思 但在吕后和张良的运作下 刘盈最终保住了太子之位 刘盈继位后 吕后立即对妻夫人展开报复 将之斩断四足 变成了可怕的忍治 活活将这个情敌折磨致死 不久后 吕后又绕开了刘盈的重重阻隔 毒死了刘如意 妻夫人以如此手段杀死孤儿寡母 最终引发了刘如意鬼魂的怨气 那条仓狗正是这个怨气的化身 此后在地带五行中 犬祸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灾疫 就如随书五行之上所云 天夺其心 绝加欲犬 尽犬祸也 那么害子吕后的黑狗 真是所谓妖犬吗 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犬祸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所谓的犬妖就是狂犬 而至吕后于死地的 不是流入于作祟 而是死亡率百分之百的狂犬病 实际上古人对于狂犬病早有认识 并将其称之为恐水病 疯狗病 早在春秋时期 史书就对狂犬病的记载 相公17年 公元前556年 左传在 11月甲午 国人逐别狗 入华城市 国人从之 哀公12年 公元前482年 左传又在 国人之别 无不事也 很显然 古人已经知道 被狂犬咬伤会的狂犬病 必须立即捕杀 因此 国人们才会尽乡追逐疯狗 以处后患 那么 吕后是被疯狗咬伤致死的吗 根据东汉学者王冲 在《论行》里的记载 吕后且死 腰像犬行也 翻译起来很简单 就是吕后死前 表现得像狗一样 所谓像狗 自然是像狗一样咬人 像狗一样犬叫 当时的模样一定相当恐怖 而吕后临终前症状 正好与狂犬病一致 狂犬病患者发作时 时常有咽喉不惊软的发作 进而出现洪水 怕风怕光现象 惊软发作时 会异常惊恐 紧张 焦躁不安和喊叫不停 就好像一条疯狗一样 而吕后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症状 由此可见 吕后在当时已经没救了 从时间来看 吕后被咬于三月 发作于七月 众所周知 狂犬病是有前夫妻 一般在一个月到一年不等 因此 最夸张者甚至达到二十年 因此 吕后时隔四个月 发作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 吕后在濒临死亡前的状态 也符合狂犬病的症状 输日后 吕后恢复了清醒 她赶紧安排了后世 祝福律师亲戚 一定要执掌好兵权 当心周博 陈平 管英 联合诸侯王造反 根据临床报告 狂犬病度过癫狂期后 有一个回光返照期 此时病人也会比较安静 言语清晰 对周围的人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但是此时 正是狂犬病患者 无药可救的标志 不久后 吕后果然驾崩 那么吕后在重重保卫下 为何会被一只黑狗咬伤 这只黑狗不攻击大腿 手臂等容易攻击的位置 为何偏偏攻击吕后的夜部 对此比这有个猜想 当时 吕后在道上 看到一只可爱的黑狗 根据史书记载 其丈夫刘邦 生姓好狗马 作为妻子 吕后很可能也喜欢 看到黑狗 吕后或许没有听从 侍从的劝阻 蹲下身来抚摸黑狗 暴露了自己的夜部 谁知 黑狗狂听大发 一口咬伤了吕后的夜部 在侍卫们的慌乱中 黑狗窜出草丛 自然找不到了 因此 吕后或许是唯一 因狂犬病而死的君主 可谓是悲催 吕后死后 功臣们立即起兵 禁灭吕氏 皇位落到了 带王刘虹手中 刘云的后代 全部被杀害 吕后血脉 从此断绝 没有子孙撑腰 吕后成为女主 酷骨的象征 而她残害 欺负着母子之事 也成了其最大的罪状 因此 司马前邦顾才会说 将吕后遭疯狗攻击 说成是遇到了犬腰 请不吕后